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斗技战场 非常感谢大家对菜鸟斗技战场的支持 好,已经开始了,第一场 老对手,现行代数 这个应该是打不过了 我们打一下走走过场吧 热热身 这一场就等于是送了 真的是送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三代雷影也是要依赖查克拉的 被他查,这个鲨鱼先手这么抽篮的话 也就没有什么查克拉了 所以也就是 凶多吉少啊,打不出伤害 哪怕是 哎,这不错 打中了他的这个人间道 并控制了他的人间道 可是他的战力不弱 这个防御也是很强啊 我觉得三雷在没有查克拉的情况下 这一套应该是 打不死他的 你看他这个小男如果有查克拉 这个伤害是多么的 惊人啊 你看,没有伤害的 你看基础伤害都这样低 完蛋了 我还梦想着能打断他的刷新呢 其实应该打向他的人间道就好了 打死一个是一个 是我贪心的 贪心害死人的 所以 这一场 看看 看看泡泡堂哥 也就是很多前辈说的 小黑人 小黑人 看看能不能打到人间道 把他打死 哎呀 看来是 哎呀 没打到 打他 打打打 打神男前面那条鲨鱼也行啊 撞的伤害更高 他能越过 那个霸体 伤到后边 这个很 很奇怪 这个 触乎我的理解之外啊 真的是 超强气功 隔山打牛啊 可可惜 这个景象 大家没有看到 要看到 他的人间道 就已经挂了 哎 还有 还期待图主的分身 大家耐心啊 耐心啊 很快就完了 很快就完了 这一场 啊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嗯 很快就死了 啊 真是简单 戳 没戳到 哎呀 戳 又没戳到 哎 真的 真的 今天的时运 也不在我这边的 也奇怪了 我那个 左柱那支队伍 就碰不到他 我要左柱那支队伍 碰到他 我就不怕 我就可以 我就有 有这个实力 去秒了他 人间道 就算他 开了他的姐姐 我也不怕 可惜 不是那一队啊 这一队 哎呀 虽然打到了 但是伤害不够啊 退了 其实不退 也差不多时间 一下就打死了 好 第二场 八十级 看着这样眼熟 苍京老师的分身 那不用客气了 照死我打 哦 他退了 好 第三场开始了 哇 对手 这个是 这这这 不管是什么 是一个 吃瓜群众的 这个阵容 这个 比较混搭 毫无章法 唯一说能有加成的 就是 牧业忍者 可以给 牧业玩家 是防御抗性忍数啊 还是 防御忍数 还是抗性忍数 总之 我 我很少用这个 牧业丸 所以我也 我也 我也不太清楚 总之是有点 加成的 不过就是 第一回合 被抽了一点蓝 咱就放不出二次普攻了 这个 倒是 问题不大 对方 这个 没有打断 所以 先把 屠主的 这个 二次普攻 放了 这个 对方 不退啊 我也是很无奈 小鹰 砸下还挺狠的 沐浴完的 奥义可以定身 小土 成员 并有额外的 暴击率 好像额外的 暴击率 还是相当的高啊 开自动 小鹰都不加血 因为都是满血 这样怪异啊 好 扔炸弹 通 哇 这个威力 只有西大哥 没死 我们还要跟西大哥 讨论一下 爆炸才是 艺术 那蝎怎样说 持久才是艺术 永恒的美 才是真的美 你永恒的美吧 哈哈 好 看这个对手 102级 这个 14万战力 哇 这个看着就恐怖啊 哎 对方这个追打 是不是带错了 没有 没有 30年的追打 就差很多啊 这个伤害 哎呀 我 我又看到了 获胜的希望了 其实 其实他有 那个 点燃 我就 我就死了 没有 他是追打设计的 有问题啊 接着揍你 不用担心被净反 因为对方 不可能有 有这个 呃 异常状态 打 蜘蛛炸 好像 好像 炸不掉多少血啊 还没有养到 阿斯马 OE 这个追打都没有 都没有设计啊 完全没有 没有追打的 小鹰 不错 现在 现在 加血了 好的 这个 丢炸弹 开自动丢炸弹 一定不能忘了 丢下去 看看威力 虽然感觉好像对方一点都不痛啊 是战力的关系嘛 战力的关系嘛 能力够强就不怕这个炸弹 还是我这个装备带错了 小小敌带的是暴击还是暴伤 不记得了啊 我无所谓 关注于战斗 他这一喷就完了 完全没有没有30年的追打 而且这个整个队伍没有打断 这也是一个大缺点 这个完全比伤害的话 跟这个土地来比伤害 肯定是比不过啊 小敌一个人你不限制他 他普攻奥逸几下啊 真的是鸡飞狗跳 小鹰这个杂也是很痛的 哇 小蜘蛛给我留几个 留几个 留几个 留两个还行 小蜘蛛上 哎呀一个都没留 还有一个还不错 戳 好的 戳中了火煮 然后再来一下 戳中了蝎 还给戳死了 好丢 丢炸弹 直接丢向他的三代 弹 也是炸不死的 因为三代硬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而且他一号位的装备应该是最好的 啊 果然暴击了都没有什么伤害 但是对方退了 好 再看这个对手88级 现行怠入 哇 难道 难道这个台服就没有其他的人才完了吗 为什么呀 这样狭窄的又碰到了 刚才碰到一次 哎 他怎么没有神 没上神男鲨鱼啊 神男鲨鱼血藏了 怎么变成这个 女王队了 这个女王队有个巨大的缺点 除非 他有那个通灵兽可以点燃 不然的话5点燃和 和土地打 不管打几个回合都是输 这是必然的呀 既然你不对 那我们就打打看吧 反正从这个阵容相克来说 对我是完胜对手的 这个 他唯一能 呃 值得依靠的就是养他的这个小鹰啊 不是这个小鹰 养得出来吗 我乱土主没用啊 随便你混乱啊 可以解的 再说难道我的小鹰加血是假的吗 我先加了 这个他的小鹰没砸死我的蜘蛛 现在就说明我们的战力差不多 要是战力比我高一下就 就就砸死了 没砸死说明差不多 被刚手杖砸肯定是要死的 来 他这个装备也肯定是没有调过的 居然封主的血量是最低的 这个确实是不太对了 爆 不过对方也是够硬的 连个蜘蛛连个分身都炸不死了 打小鹰等于是给加血 没有用的 来 你 你暴力我就先等一会儿 封主不要 不要螺旋玩一下 想打断我 有这样容易吗 我 我有的是耐心的 好 好 现在差不多了 现在奥逸啊 现在奥逸还能收两个蜘蛛啊 而且你现在有两个分身 包一下 好 随你便宝 我 我就不替别人着急了 戳 哎 打中了他的红老师 这样太好了 这样下个回合我就可以起手 就可以摁下小鸡的奥逸了 因为他没有打断 唯一可能打断的是刚手造成暴击 就可以打断 但是其实是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刚手的暴击率目前为止是不可能高过小鸡的 再说刚才刚手都没有跟着追打 因为红老师那边断了吧 好的 好的 把他这个会加血的先尽量打死 好像有点打不动啊 对方退了 我和这位朋友真的是太有缘了吧 为什么打来打去都是他呀 又碰到他 这回他是这个主力阵容啊 我反而把那个藏起来了 还好还好没有土地碰到这个阵容 土地碰到这个阵容就没辙了 鲨鱼抽篮啊 先手抽篮啊 我就赢不了 被他神男满查格拉飞两次 我不死才怪 还在抵抗 竞反 还就一个不免疫的 就竞反到了不免疫的身上 真的是 老天都不帮我 我稍微抵抗一下 抵抗一下再退啊 主要是休息一下 想想下一场应该怎么办 我这个连着 主要是第一场太贝了 碰到那样的对手 输到一场都没赢 都送了一队 确实是 虽然这个 控制失败了 但是 好像对整个战局 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不知道我的土主 还有机会 OE出来了 应该没有了 那个雪亮 被神男那么飞一下 肯定是不在了 肯定是 没有了 再加上还会被毒一下 你不摁出来 OE 就是被抽篮 也没有 也放不了OE 算了 退了吧 这83级 对手是 啊 苍景老师啊 哎 他为什么不用水手鹰了 怎么变成这个静音了 哦 我 我知道为什么带这个静音了 带这个静音 那个静音有那个医疗心得 再加上刚手的医疗心得 他这个治疗的量是非常的恐怖的 而且他没有带神经毒素 没有带神经毒素 带的是 带的是上毒 带的是上毒 呃 那那 另外一个被动是什么啊 不会也是医疗心得吧 哦 那个百豪之树是吗 哇 厉害厉害 全宝 四个全宝 真的是 确实是很值得钦佩啊 因为我的小敌的暴击率并不低啊 是 好吧 我我剩一下没放OE 后来我一想我又没有打断还是放了吧 嗯 这回我也是全暴击了全体点燃啊 也也算还了他刚才那个鲨鱼一下 这个打小敌是没有用的混乱 因为有很多人给他解这个状态 不影响什么 对方是有打断 对方是有打断 我是没有 我是完全没有的 哎 卡到这个回合了 其实应该是上个回合放的 卡到这个回合就被打断了 这对我有点伤啊 你看他们加血加到多狠啊 那钉刺 喝一口酒都都可以都可以 加两千多 太恐怖了这个治疗了 看看这个暴击 我我也丢炸弹 我估计这场打到十回合了 哎 老师的那个治疗太强了 还好 这有小敌点燃啊 没有啊 不知道三两下那个血就满了 哇钉刺 钉刺 哎呦 一下子我的小蜘蛛全都交代了 哇 小迪混乱了 小迪混乱了不行了 得解了 要不然下个回合不能丢炸弹呢 哎呀 哇 小迪 小迪 小迪晕了 小鹰呢 啊小鹰也晕了 这个回合又歇菜了 哎呀被被罚战一个整个一个回合啊 下个回合我就是 先丢炸弹了 丢一下把他的血炸掉一部分 然后然后修整两个回合 人家又加回来了 对了大家都听说那个绘土地达罗可以突破了 他的奥逸突破是 呃有两 有两个重要的属性 一个是 呃能够压制霸体 还有呃还有一个是 呃可以 就是炸死不能斧 这是 这是奥逸突破 那个变异好像是可以啊 变成40消耗40查克拉也可以压制霸体 然后普攻改成全体 然后蜘蛛可以招三个 呃其他的那个被动好像是 现在不是死一个单位只能增加暴击率吗 然后之后突破之后是可以增加忍数的 我这个太赖了 这个太赖了简直 而且他那个被动蜘蛛现在不是招两个吗 可以招三个 你想想这一个回合就能加多少忍数啊 如果忍战的时候有三个蒂达罗的话 哇哇大家放一堆蜘蛛出来爽 哇那那那一个三个炸弹扔完了 那就没有人活着了 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啊 对方 这个小迪还是相当怕三个会赌三代的 你得保证三个会赌三代 第一回合没有把它喷死 小鹰要加血结果被踢了 没什么关系 还可以解 哇这个刚手就是不死啊 小鹰砸刚手啊 不要手下留情啊 砸刚手砸刚手 哦又没砸到 哇他他他他一加血就三千多 我他在这钉刺已经很强了 一脚下去我的织物就全没了 要留着那几个织物也行啊 小鹰晕了 土主的分身也晕了 凤鲨鱼 哎小迪没晕 哎晕了 我还说没晕呢 就谁没晕啊 就地狱道没晕 哇你看这雪架的 哇这雪架的 爽死了 真的是加血不要钱哪 嗯四个玩意 这是第几回合了 感觉已经熬战了很久了 哎结束了 哎我还是我赢了 靠血量 好这个我的这个悠悠我心完成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青青紫金的斗鸡战场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段落 好 点了报名才发现有带人忘了带啊 真的是最大的悲剧啊 好了调整心情好打 95级 所以说95级封主战力129000 月银的一位朋友 月银也是非常强大的组织啊 也就是在台服也有一定的名气 他这个我也不知道应该拿他怎么办 他这个阵容 因为我我是追打无定身无打断 什么都无 所以我也不知道应该该怎么限制他 这个神单一号位我等下后手给他封绝了就完了 这样他没办法起手 我先打一下再说 他先攻比较快 三代 三代活影老爷爷会奥逸 这个是普通版的 不知道他在奥逸谁 可能是佐助吧 难不成是自动 不会啊 如果自动化一开始就按刷新了 现在才按刷新肯定不是自动化 刷新了 你神男要飞一下 不飞的话可能飞不了了 飞了 飞的是谁呢 我也不知道你飞的是谁 我再给你一个飞镖 然后这个 佐助 再照着封组打呗 这个有无者的杀意就是不太怕封组 有分身可以无限刷新 这个佐助的奥逸也是威力相当强的 这个让他连着轮那么三四下 基本上就没有活人了 你看神男已经打死了 他地狱道在复活 那我没有办法阻止 只能认他复活 我 他起来这个普攻还刷新奥义了 我这个封了一点 留着打他的那个老爷爷吧 老爷爷蹦下来就要尸鬼封禁我 你看我都点了 他就是不出尸鬼封禁啊 你看我估计他也卡住了吧 要不然他应该出了 走吧 这回他出不了了 这回他出不了了 止水已经把它空了两个回合了 两个回合我要再打不死你 我这个雷珠也就不用玩了 好我们看这个101级 这个其实不好打 这个土主又硬了 你知道吗 而且他有两个两个解状 哎 不是我的现弓快啊 我的结界啊 结果没打断到他刚手 要知道这样 我应该用风雷斩了 这样亏了 开局就不利啊 关键是我如果 我如果打他的这个阵容 我应该用吸血 如果用吸血的话 我就比较有力 就比较容易打 这个 杀意是不太好的 杀意就是得打那些有分身的那些比较好 这样没有吸血的话 我就没有回复能力啊 对方有一个神家血 然后再加上套盾 两个再恢复状态啊 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打啊 不通下手啊 不知道应该 这个空下刚手 没什么意义 所以他有一个恶鬼道 恶鬼道在他前面 他是可以解状态的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回 旺带带人了 就是输了这场 如果现在带人在的话 就赢了 如果伊鲁卡士带人的话 就容易得多了 就赢他了 再有 我就不知道怎么 昏了头了 忘了带人了 只要我的佐助不被控 就还有机会 如果佐助被控了的话 就是 机会就很小了 看起来啊 被控了 太郁闷了 这个 反应不过来啊 他崴罗奥义 屠主也可能奥义 真坏 看这个回合 那个佐助会不会被控 如果佐助还被控 那就 100%的没希望 他的这个刚手 是怎样培养包机率啊 包机率是这样高的 哇又包机了 哇太猛了 太猛了 心服口服啊 哥 雷主也被控了 这这围 这围彻底的没希望 止水不可能一个人 躲住一岛 就 就没有群杀了 没有群杀就更不行了 这个没有意义 这个止水空两回合 他可以他可以解状态 他加血之前 然后那个恶回道就解了 确实是没办法 其实如果这一场我带的是吸血的话 就是 还有希望 这个 带的是杀蚁完全没有发挥到 好看这个对手 89级 战力只有6万多 那个这个 属于白颂型的对手 没关系 白颂型的选手 我也是喜欢 上次我 我是配的卡卡西 在这个队伍里 按部卡卡西 然后经过 嗯 有高人指点呢 我就换成这个 绘土半葬 但也是带刀 还能解状态 能解明人的状态 明人能解金色闪光的状态 这个确实是比较好 不是 你 你 我这个卡卡又卡了一下 本来是后手控的 在这个 比较卡的环境下 用后手控真的是 非常的危险 刚才跟苍景老师打的那一场就是 那个不是后手控啊 那个是就是讲 在那个回合出 二次斧攻 结果推到下一个回合 然后我就会很被动 这个也是 但是这个对方 站力过低了 一下子就打死了 我看这个对手 96级的封主 啊就 站力12万多啊 这个也是 经典的这个 这个组合呀 神难哪 人间道 好的 哇 你不奥义我奥义啊 这个是没有你先公块 我就能打一下打一下 这样给你上个马币 这样你下个回合追打 不会追打很多下 我还能稍微好一点 这个确实没辙 北的神难飞甲 好在他查格拉不多 我 我 我不敢怎么说 我名人先来一下 他这个肯定是刷新呢 是不是 为什么不打断半葬呢 估计他也卡了一下吧 我这个是根性啊 跟你那个护花是一个道理的 只不过我可以三体 但是我没有三个带刀 只有两个带刀 所以跟你是一样的 你有40%护盾 我加100%的抗效 总体的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想想着总是想着打断他的刷新 还是打断不了啊 神难飞 不要飞死我 不要飞死我 好的 停住 为什么不打名人啊 打这个金色闪光 浪费了 想想破了我的闪避 然后神难再控我 有这样顺利的 还控制失败 不过控制成功 也没太大关系 他这个人间道肯定烧死了 我的金色闪光的血量 已经很低了 但是 就他下个回合是助战 是全体的 看他的吸血能力了 下个回合就没有人间道了 风主的这些分身一打 他也是可以吸到血的 看来 看很多的那个血在 在他的头上冒啊 然后追打也也能吸到血的 名人 名人也是可以吸到血的 没关系 他他这个是没有追打的 不怕 没有追打好的 名人 吸吧 名人 也吸了不少血啊 感感感感觉吸血这时候很爽啊 名人肚子真的是很会吸啊 哇 金色闪光又吸了一堆哦 刚才好像只有一滴血了 现在都这么多了 哇 名人就是一拳就吸了一千多 哇 太爽了 小男奥义 哇 还 涮痛啊 一个 奥义 哇 搞定两个好帅 又是一个风主 102级 哇 金鸣 神男 鲨鱼 这个 这个 哇 名人奥义 这个 这 是 其实鲨鱼 他的姐姐开了 也不见得对我不好 他多一点鱼 我好 我好吸血的时候 吸的多一点 他这个 风猪有护花 我是没有办法的 打断不了的 就是他波恩刷新的话 但是你神男奥义 你不能这样摁的 哇 这金鸣鲨鱼 神男 是多么恐怖的组合 这个是为了 打这场是为了给我增加信心的 我的名人打了他的名人一下 吸了一些血 我 这个雷主也是 举着 举着这个 刀 不下去 他就是不刷新 人家就是不刷新的 那 你有什么办法呀 差不多该刷新了吧 还不刷新啊 啊 这是 这个套路我更加的不懂啊 你不刷的话 下个回合封主就死了啊 你有想过吗 这是必死的 就算这一套没打死他 他是被点燃的 而且 还有 还有 毒火啊 名人奥义 好 来吧 你 你要奥义哪个 奥义的是名人 金鸣奥义了鲜鸣 得 金色闪光没有刷新到奥义 这个 确实是不太好 但是好在对方的封主已经死了 这就 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鲨鱼也快不行了 我觉得 挺不住了 哇都堵死了 好的 神男奥义了一下 果然很动 名人 这个就随便放奥义了 因为一个霸体一个神秘 好的 这下可以了 这下金色闪光再出奥义就搞定他了 哎 这个名人 刚才亏奥义 但是他没有点 现在点了 嗯 控制班纳 啊 没关系 来 来一下 空 哇 很爽啊 打败了金鸣啊 哈哈 由于刚才金色闪光连胜三场 我这个就是炮灰队上了 因为神男不适合雷主 所以就炮灰队了 对方十二万七 也是战力后差不多 是一个怪异的不是水天天队 为什么不用水天天队 难道真五位被打死了 没办法复活 啊 有可能 哎 好的 给你先放 你自己混乱了 其实我 我这个 神男的奥义放着急了 准备不足 我没有想到 他是会是这样的组合 我也没有想到 这样容易就把它打到这 这种程度 得 他这个水影自己混乱了 要抽自己一下 天天 这个奥义 厉害 哎 雷主控制失败 太好了 神男有奥义了 赶紧飞一下 我这个本来想角度补到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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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煮的太紧张了 我 那个 就没有 没有补到 结果又卡到这个回合 结果山中风的奥义也没点出来上个回合 真的太太卡了吧 有的时候想玩的精细一点都不行 看来这种阵容就根本没有办法玩玩这种特别精细的操作 完全是卡呀 好 你看我拼命点神男的奥义 还是被他掀出来了 可惜他已经被我打的不行了 要不然 反正 反正 现在是必胜了 好的拿下了 哇 我已经很久没有五胜了 哈哈 今天的心情不错 也都是大家支持的功劳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